很小的一個一個在聽 越來越沒力 然後一個一個搭訓 大四身業姓游泳教練 蹲坐地上眼眶好紅 看到朋友情緒整個湧上心頭 我好想哭耶 他是第一個發現游泳池 一氧化碳超標的人 當時他正在溫水游泳池教課 突然看到隔壁班的幼童學員 怎麼一個一個開始哭 我們小一個一個在哭 對 然後我想說 有一點不對勁這樣子 然後我就有修 有跟我們另外一個老師講 就是說我先過去幫他 因為我們樓上櫃台 一個一個下來 對 然後我就先過去幫他 然後就看出不對 我就一個一個就先抱上去 那他們那個不對勁 大概是怎麼樣的狀況 就是 就是一直在哭 小朋友就是哭而已 哭不哭 然後就是可能就越來越沒力 然後一個一個打算 他只覺得有問題 救了在游泳池 二三十名學生和家長 直到所有人都離開游泳池 他才鬆了一口氣 有點沒傷 對 沒錯 沒有吸那麼多 YMCA教育機構 發生營氧化碳中毒 台南市長黃偉哲趕來關心 略業者沒有裝設這個 營氧化碳中毒器 營氧化碳中毒器 對 現在這個 加部都有在用 水平均會比較多 受電腦用電腦用水平均會刻 沙悬上 水平均會専門 這也不會沒有 笙沒 是 水平均會 沙悬 196 猪 尾 浙 小朋友躺在地上照上氧氣罩 家長扶著他一旁救護員員仔細檢查 往旁邊看還有大爺全身無力 坐在椅子上 頭昏眼神換散 看狀況不對 救護員員趕緊將男子扶上 登假 緊急送醫 1號錄幾人大人接一個小孩 台南北區公園路YMCA教育機構 7號下午5點多溫水游泳池區 開始出現濃濃瓦斯味 有教練發現不對勁趕緊求援報案 消防出動14車28人搶救 學員家長YMCA人員 總共230人被救出 不過有8名大人12名小孩 身體不適分送5家醫院 是有溫度郁味嗎 我們來就這樣 因為它清潔完 我們下去就開始覺得呼吸急 味道很難聞就是了 沒有什麼清潔我們 會館所有課程的學生 家長 老師 以及行政人員 我們開始都做一個撤離的動作 我們要確保從事件開始之後 整個會館裡面不會有我們的學員 家長跟老師在館內 裡面是液氧化碳嗎 我們測到的液氧化碳濃度很高 我們測到的液氧化碳濃度很高 他現在測的濃度 他已經掛掉了 料貨地點 溫水游泳池室 人員全出現 消防人員全部武裝檢查 還好送醫20人狀況逐漸穩定 只是怎麼會學個游泳 竟然遇到液氧化碳中毒 是在讓家長跟學員驚恐難以平復 東森新聞王國龍蝗蟲群在台南報導